第三章 续优胜纪略 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,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,这才出了名。 他付过地宝二百文九钱,愤愤地躺下来。 后来想,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,儿子打老子。 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,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,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,爬起身,唱着《小姑双上坟》到酒店去。 这时候,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。 说也奇怪,从此之后,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,这在阿Q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,而其实也不然。 伪装通力,躺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,向来本不算一件事,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,这才再上他们的口碑。 一上口碑,则打的既有名,被打的也就脱臂有了名。 至于错在阿Q,那自然是不必说。 所以折合,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,但他既然错,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? 这可难解。 川早起来说,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,虽然挨了打,大家也还怕有些真,总不如尊敬一些吻的。 否则,也如孔庙里的太劳一般,虽然与朱阳一样同是畜生,但既经圣人下注,仙儒们便不敢妄动。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。 有一年的春天,他醉醺醺地在街上走。 在墙根的日光下,看见王狐在那里赤着薄捉狮子,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。 这王狐又赖又狐,别人都叫他王赖狐。 阿Q却删去了一个赖子,然而非常藐视他。 阿Q的意思,以为赖是不足为奇的,只有这一步落腮胡子,实在太新奇,令人看不上眼。 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。 倘若是别的闲人们,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,但这王狐旁边,他有什么怕呢? 老实说,他肯坐下去,简直还是抬举的。 阿Q也脱下破甲奥了,翻简了一回。 不知道因为欣喜呢,还是因为粗心,许多功夫只捉到三四个。 他看到王狐却是一个又一个,两个又三个,只放在嘴里哔哔哔哔地响。 阿Q最初是失望,后来却不平了,看不上眼的王狐上前那么多,自己倒反正少。 这是怎样的大师体统的事啊? 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,然而竟没有。 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,恨恨地塞在后嘴唇里,很命地一咬,啼的一声,又不及王狐响。 他赖窗疤,块块通红了,将衣服摔在地上,吐一口唾沫说。 这毛虫! 赖皮狗,你骂谁? 王狐轻蔑地抬起眼来说。 阿Q近来虽然比较地受人尊敬,自己也更高傲些,但和那些打惯的邪人们见面还胆怯。 独有这回却非常无勇的。 这样满两胡子的东西,也敢出言无状吗? 谁认,别骂谁! 他站起来两手插在腰间说。 你的骨头痒了吗? 王狐也站起来,披上衣服说。 阿Q以为他要逃了,抢进去就是一拳。 这拳头还未打到身上,已经被他抓住了。 只一拉,阿Q呛呛亮亮地跌进去。 立刻又被王狐扭住了辫子,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。 君子动口不动手。 阿Q歪着头说。 王狐似乎不是君子,并不理会,一连给他碰了五下,有用力地一推。 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,这才满足的区域。 在阿Q的记忆上,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。 因为王狐已落在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,从没有奚落他,更不必说动手了。 而他现在竟动手,很意外。 难道真如世上所说,皇帝已经停了考,不要秀才和举人了,因此赵家捡了威风,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吗? 阿Q无可适从地站着。 远远地走来了一个人,他的对头又到了。 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,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。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,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。 半年之后,他回到家里来,腿也直了,辫子也不见了。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,他的老婆跳了三回锦。 后来,他的母亲到处说,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捡去的,本来可以做大官,现在只好等刘长再说了。 然而,阿Q不肯信,偏称他假洋鬼子,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。 一见他,一定在肚子里暗暗地咒骂。 阿Q尤其身误而痛绝之的,是他的一条假辫子。 辫子,而至于假,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。 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锦,也不是好女人。 这假洋鬼子进来了。 偷、驴。 阿Q历来本指在肚子里骂,没有出过声。 这回因为正气愤,因为要报仇,便不由地轻轻地说出来了。 不料,这偷却拿着一只黄漆的棍子,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,大踏步走了过来。 阿Q在这刹那,便知道大约要打了,赶紧抽紧筋骨,耸了肩膀等候着。 忽然,啪的一声,似乎确早打在自己头上了。 我说他! 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,分辨说,啪,啪,啪。 在阿Q的记忆上,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。 杏儿啪啪地响了之后,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,反而觉得轻松些,而且忘却,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笑脸。 他慢慢地走,将到酒店门口,早已有些高兴。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,阿Q便在平时看见依依也一定要唾骂,而况在屈辱之后呢,他于是发生了回忆,又发生了敌忑了。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,原来就因为见了你,他想。 他迎上去,大声地吐一口唾沫。 小尼姑全部踩,低了头只是走。 阿Q走进医生旁,突然伸出手去磨着医心剃的头皮,呆笑着说, 托儿,快回去,和尚等着你。 你怎么动手动脚? 尼姑满脸通红地说,一面赶快走。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,阿Q看见自己的薰液得了赏池,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。 和尚动的,我动不得。 他扭住一的面颊。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,阿Q更得意,而且为满足那些赏剑加起剑,再用力的一宁才放手。 他这一战,早忘却了王虎,也忘却了假洋鬼子,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。 而且奇怪,又仿佛全身一拍拍地响了之后,更轻松。 飘飘然地,似乎要飞去。 这段子绝孙的阿Q,远远地,听着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。 哈哈哈哈,阿Q十分得意地笑。 哈哈哈哈,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地笑。 小尼姑子,似乎要飞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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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